垃圾要減量 環保署希望全國都跟隨 臺北市和新北市 實施垃圾費隨帶徵收 直轄市優先辦理 但是在南部的臺南市跟高雄市 都認為目前垃圾回收率 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成效已經不錯 隨帶徵收反而會造成不變 垃圾車移到民眾大小包垃圾往裡面丟 但許多都用黑色塑膠袋 有沒有確實做好垃圾分類 很難分辨 環保署希望推動全國垃圾費 隨帶徵收 讓民眾更重視垃圾回收和減量 第一優先要在直轄市做 但有民眾擔心垃圾專用袋使用不變 也有民眾支持使用者付費 我覺得不理想 怎麼說 你說那個政府有限定那個袋子 也有人認為如果能做到購物袋普遍都是垃圾專用袋 也就是臺北和新北市目前實施的二次袋 方便民眾取得 就不排斥隨帶徵收 也會比隨水費徵收更公平 不過高雄市政府並不支持 臺灣市政府也認為以目前垃圾回收比例來看 在推隨帶徵收能提升的回收率不多 南部許多店家仍有購物附贈塑膠袋的習慣 市府都認為這些袋子回收當垃圾袋 同樣能夠垃圾減量 另外硬垃圾袋不見得環保 環保署要推行 第一個恐怕就得再設法說服地方政府 記者王界村許正俊綜合報導